嗨 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イノオイです 這一次我們要學的是 Aはともかく Aはともかく 的用法 他的意思是先不談A 重點是 就是後面 先不用說A這件事情 重點是後面 那什麼樣的情況會用的呢 比如說有一個女生 先不用說她的個性 重點是她是很漂亮 或者 比如說 比賽先不用說 這次的內容重點是 贏了那一種 前面的事情就先不用談了 重點是後面 那一種情況會用到這個句型 那我們多看例子了解一下 先看他的接續 名詞 はともかく 就是名詞這個東西先不用說 重點是後面 所以通常這個前面的A是 會有小小的問題 但沒關係那種感覺 他直接看一個例子 這間商店先不談味道 但價錢很便宜 就是重點是價錢很便宜 整句話 このレストランは このレストランは味はともかく 値段は安い このレストランは味はともかく 値段は安い 所以這間餐店 不用說那個味道 味道可能一點點不滿意 但不用說 値段は安い 價錢很便宜 重點是後面 OK 我們多看例子了解一下 第一個 先不談他的個性 但他工作很厲害 重點是他工作很厲害 那個性 正確 整句話 彼女は性格はともかく 仕事はできる 彼女は性格はともかく 仕事はできる 可能個性有小小的問題 但先不談個性 重點是會工作 那種感覺 那我們看第二個 先不談比賽內容 還好有贏 那比賽內容 喜愛の内容 整句話 試合の内容 はともかく 勝ててよかった 試合の内容 はともかく 勝ててよかった 就是不談 比賽內容 還好有贏 那種感覺 好 那看第三個 他的日語 是 就是先不說 那個語法 重點是 他發音 很漂亮 那語法 分波 整句話 彼女の日本語 は 文法 は デザインは とても使いやすい 可能是 新的手機 設計 就先不談設計 設計可能沒有那麼好 但先不談設計 他主要是 很好用 全句話 新しい形態 デザインは デザインは ともかく とても使いやすい 新しい形態 デザインは ともかく とても 使いやすい 使いやすい 就是很好用 OK 所以第二が 是 對的 看第二個 A說 私が作ったケーキはどう 我做的蛋糕如何呢 B說 見た目 ともかく とても おいしいよ 見た目 就是外觀 所以先不用說 那個外觀 外觀可能小小問題 但先不說外觀 後面說 とてもおいしいよ 非常的好吃 所以整句話 見た目はともかく とてもおいしいよ 見た目はともかく とてもおいしいよ 先不談這個東西 重點是後面 OK 所以第三個是對的 最後 復習一下 Aはともかく 他的意思是 先不說 這件事情 重點是後面 那種時候 會用到 中文字幕提供